5月18日晚,独王二方长女何超琼出席活动,接受媒体访问时,被问及对同夫一母妹妹何超莲结婚的看法。 她大方表示,开心的像嫁女儿一样,并透露非常喜欢逗笑这个妹夫。 何超莲举办世纪婚礼之前,参与姐姐何超琼一同出席活动,姐妹合影惹来不少网友关注。 有人大赞,二人是独王家族最美的两位千金。 而且何超莲长得像年轻时的何超琼,比很多女明星都要好看。 出席活动的何超琼精心打扮,穿银色上衣,搭配黑色裤子,再以绿宝石耳环点缀,整个人显得干练,又高贵大方。 谈到妹妹何超莲举与男星斗霄结婚一事,何超琼虽然没有参加婚礼,但已经准备好礼物送给他们,恭贺妹妹新婚。 何超琼说,我很开心,简直开心的像自己女儿出嫁一样。 我知道他们非常忙碌,豆霄已经回内地拍戏,我在跟他们沟通,看他们什么时候回香港,我要约他们夫妻吃饭庆祝,礼物都准备好了。 外界只知道独王二房与三房关系良好,参与真产大战中联手对抗四房,但不清楚独王几个孩子之间私下有没有来往。 现在从何超琼这番话判断,他是真的承担起家族责任,听从独王何鸿燊的叮嘱,好好照顾弟弟妹妹。 其实除了三房之外,何超琼对四房良安琪一家也非常大方,没有因为以前的矛盾老死不相往来。 四房儿子何游君曾在微博透露,他平时会增称何超琼一身,大家姐。 四太良安琪曾对媒体表示,独王离世后,何超琼作为家族继承人,承诺一定会照顾好四太神秘长子何游邦的生活。 豆霄与何超莲在三年前订婚时,独王身体状况还可以。 那个时候,港媒还拍到豆霄前往医院看望准岳父。 超莲在访问中透露,大家大赞豆霄长得帅气。 港媒则指三太太陈婉真十分喜欢豆霄,很赞成何超莲的婚事,还在二人订婚后邀请豆霄入住其大宅。 由此可见,豆霄确实是最强坠续,她在婚前就获得赌王一家的认可,包括大家姐何超琼。 记者为何超琼对豆霄的看法,她的评价相当高。 她是一个我觉得很有水平,很有礼貌的人,我很喜欢她。 我也感觉到超莲跟豆霄发展得很顺利,他们一路走来是有共同喜好的,我为他们感到高兴。 何超琼与超莲相差29岁,她真的就像妈妈一样,衷心祝福妹妹拥有美满婚姻。 她表示不会对超莲催生,毕竟年轻人都有自己的安排。 完成婚礼之后,豆霄动身飞到新疆拍摄新戏,而何超莲则返回香港,陪伴家人。 近日有网友发现,超莲飞到成都出席活动,猜测她可能会在工作之后到新疆看望新婚丈夫豆霄。 豆霄拍戏至少要三个月时间,看来她要跟大家姐何超琼聚会,怎么也要等一段时间了。 同样是赌王千金,何超琼为何至今单身,何超莲却嫁得如一郎。 前不久,何超莲与演员豆霄的甜蜜结合,后报全网。 作为赌王千金,何超莲与颜值与才华于一身,更有着不菲的山家。 再看豆霄,曾出演过《大追捕》,《狼图腾》,《楚桥传》,《爱上你至于我》等多部热播影视剧的她,帅气有多才。 郎才女貌的一对新人喜结莲礼,迎得网友们纷纷送上祝福。 祝福何超莲的同时,大家却似乎淡忘了赌王的另一个优秀女儿,何超琼。 2023年,何超琼已经61岁,知不知谁还记得,她与陈百强那段刻骨铭心的奇美爱情。 又有谁想过,同样是赌王千金,何超琼为何至今单身,何超莲却能收获满满幸福。 1981年,陈百强受邀参演电视剧《突破》。 恰是这时,何超琼带着弟弟何超琼报考TVB,决心在娱乐圈闯出一番天地。 这年陈百强25岁,何超琼19岁,一个是帅气逼人的乐坛才子,一个是青春靓丽的赌王千金。 前者沉默内敛,后者活泼开朗。 在《突破》剧组,陈百强是妥妥的男一号,而何超琼不过是戏分寥寥的小配角。 可即便如此,两人还是在拍戏的过程中相识相知。 一部戏拍完,他们被彼此身上独有气质深深地吸引,直探相见恨晚。 尽管何超琼心里埋着一颗明星梦的种子,可独王何鸿燊根本不允许自己的孩子染指娱乐圈。 就算默许,顶多就是玩玩。 更何况,这个女儿是他最器重的未来接班人。 陈百强逆腹而行,何超琼不遑多让。 由此可见,他们都是为梦想而执傲的一类人。 只是这份执傲,此后成了两人逃不开的结。 棒打鸳鸯的戏马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醒。 赌王得知女儿齐迷陈百强后,他还是出手了。 在父亲的逼迫下,何超琼先是忍痛离开娱乐圈,继而苦学经商之道。 先开始,无论父亲如何软硬兼施,何超琼也未过动摇过对心上人的爱。 然而1981年,何游光及妻子在葡萄牙被一场车祸夺走了年轻的生命。 绿刺激,何超琼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未来。 而女情长和家族事业,他必须做出选择。 那段岁月他痛累交加苦不堪言,可即便如此,他也保持着与陈百强殴断丝连。 眼看女儿为亲所困,独王只好亮出杀手锏。 在他的安排下,何超琼被许配给了香港传王的爱孙许静恨。 何鸿燊能在澳门赌界称王何其牛掰, 可他还是把女儿许配给花花公子许静恨,还真是应来那句老话,无力不伤。 最后这样,陈百强与何超琼这对有情人最终成了家族利益的牺牲品。 1991年,何超琼穿着百万婚纱,嫁给了一个打心底讨厌的男人。 那场盛况空前的世纪婚礼,无情地戳痛了已经摇摇欲睡的陈百强。 为了让心爱之人嫁得安心,陈百强只能强装镇定。 他甚至对外宣称,目前正在和一名外籍女孩甜蜜交往。 天真如他,骗得了所有人却骗不了自己。 因为何超琼大婚的第二年,他便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。 挥一刀断水水更流,戒酒浇愁愁愁愁。 孤寂无助,万念俱灰的日子里,陈百强依旧为伴, 经常喝得酩酊大醉。 压抑,失眠,反复折磨着这个单纯而柔情的公子哥。 直到后来他再也无法入睡,不得不借助安眠药助眠。 1992年5月18日,陈百强已久送付安眠药, 自此再也没醒过来。 留院昏迷17个月后,1993年10月25日, 因逐渐性闹衰竭。 35岁的他,汉别人事。 首手经典经由在,不见当初陈百强。 当礼当天何超琼泪流满面,痛不欲生。 以为人夫的他丝毫不惧世俗眼光, 坚决要为故人扶令。 那一刻他完全将自己当成陈百强的未亡人。 而最终何超琼与徐靖亨不出意外的分道扬镳, 道不同不相与谋。 原因失败只是其次, 他还亲手毁了女儿的后半身。 这或许是赌亡此生输得最惨的一次。 如果当初何鸿燊能摒弃蒙户之剑, 将女儿的幸福放在首位, 那么陈百强何至于英年鸡遇而死? 也许他们早就举案其美, 如果何超琼能像妹妹何超恋一样大胆追爱, 力排万难与心爱之人在一起。